曾经被碰为小张百芝,为李嘉诚诞下三个金孙却被赶没李嘉名分。如今29岁高调复出。 戏香港娱乐圈有一个不成文凯现象。只要戏女艺人,每个都会沉醉戏金钱太诱惑当中。 所谓一入豪门深四海,有时豪门生活并毛我的眼中地气深寒简单。 一部分女艺人嫁入豪门,向今富贵生辉。 而有另一部分旧食之无味,有大好前途却梦碎豪门。 我弟凯主角,就戏差少少踏入李嘉大门。但最后深邃门沿凯女艺人,梁洛诗。 近日,即绿币金牌经纪人周幽根,就戏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一位女艺人凯宣传照。 宣传照凯女主角,就正正喜淡出娱乐圈好奈凯梁洛诗。 而且周幽根总表示同梁洛诗戏多年后再次合作。 仙母奖梁洛诗,令魏经纪人究竟戏编歌,居然可以另门出娱乐圈寒多年凯人付出。 原来李魏经纪人并无信一位简简单单开笑角色。 徐曾经胖红过一家大红大紫凯Anjala Baby,同男生丸BB凯熊戴琳等人。 可以画得上戏一位十分有资质,有经验开经纪人。 彼此,周幽根细以个人名义同梁洛诗合作。 且跟注梁洛诗众同里为经纪人有接戏凯计划。 我弟在第番宣传照中看梁洛诗,虽然已经淡出娱乐圈多年。 29岁凯良洛诗病毛太大变化。 众保留住当初优雅,知书达理凯气质。 而且年近三十凯渠,众多添作一份成书凯女人味。 一兜第五出局已经系三个小朋友凯单身妈妈。 何谓单身妈妈? 又点解戏单身妈妈? 还就要讲到当年轰动香港娱乐圈历史。 梁洛诗同香港首富李嘉诚凯次子李泽凯的那段行。 梁洛诗同李泽凯相识相恋。 放到一家里讲简直信一部现代版凯玛丽苏剧。 戏梁洛诗19岁各一年,李泽凯凯出现。 改变作李泽凯。 改变作李个系娱乐圈已经出道三年凯19岁少女凯一生。 隔一年李泽凯42岁,梁洛诗先19岁。 19岁凯梁洛诗爱上一个42岁富豪。 曲凯举动,并每个人怀疑梁洛诗目的不纯。 戏为左调上立为首富之子先选择同李泽凯戏埋义气。 但戏真相往往都同大众开视线呈现180度凯大方转。 戏外界眼中戏梁洛诗调上立则凯。 但现实,戏里泽凯主动问上梁洛诗。 从各方面出手,秦获利为19岁少女开芳心。 英皇对艺人凯管控一项十分严格。 出道一年就戏电影重部制作女主角凯良若诗。 就同大曲二十几岁凯音乐制作人陈辉阳拍拖。 众被狗仔队影到两人一起出入南方开公寓。 直到李见诗开顶头Buds英皇发现。 一怒之下,勒令梁洛诗放假一年。 放假一年,对于一个艺人李蒋同等于雪藏。 戏里一年入眠梁洛诗并毛放飞自我。 反而诗从詹瑞文学习喜剧,自我进修。 与此同时,梁洛诗都意识到资本等于自由。 审道自己众有个贫困处进凯家庭。 梁洛诗好快结束作同陈辉阳凯妇女恋。 然后又同东主英皇续签作四年凯合约。 而英皇帝见梁洛诗表现,行为良好。 提前结束然洛诗凯行妻,必须提前付出。 经过一年凯深思熟虑。 提前付出凯梁洛诗就先后揭拍作。 经典大圣同伊莎贝拉。 2005年经典大圣。 06年伊莎贝拉。 俗诗都有讲犯过一次凯错误会再翻第二次。 重返娱乐圈之后,梁洛诗吸取教训。 开始好好演戏,好好赚钱。 更凭借伊莎贝拉,梁洛诗获得第一个最佳女主角。 但喜梁洛诗并毛捉住了一个大好机会。 喜梁洛诗事业最鼎盛凯时候,李泽凯出现了。 喜李泽凯强大凯资本力两同怂恿下。 梁洛诗同英皇提出解约。 好快李泽凯组进律师团翻查合约之余。 终发表历称梁洛诗开公开宣言。 最后,更花一元解约金买第一合同。 令梁洛诗放弃大好前途,淡出娱乐圈。 恢复自由深泰梁洛诗。 未踏入豪门就过上豪门般凯生活。 每日逛街、shopping、食豪夜。 同系英皇辛苦大功有十分鲜明凯对比。 李泽凯可疑降得上戏千金买的美人心。 戏李泽凯金钱开洗礼下,梁洛诗好难无动心。 尽管两个人凯恋情一直以来都受到父亲李嘉诚凯阻拦。 但梁洛诗系09年同埋十年先后为李泽凯。 升作个仔同埋一对双包排。 帮李泽凯升作三个仔凯梁洛诗。 虽然未加入李嘉,但都有半只脚踏入左李嘉凯大门。 但戏孤都孤曲舞蹈,本来离家入豪门只差一步之聊凯梁洛诗。 戏2011年初,居然同李泽凯分手。 而且同当初曲第两个戏埋一起诗一样。 梁洛诗同李泽凯凯分手消息轰动全个香港。 无少媒体杂志都争相报道里件大事。 毕竟信李泽凯凯亲生骨肉。 李泽凯自自然无会亏待曲第四母子。 梁洛诗系分手之后得到一笔巨额分手费同一栋豪宅。 有三个豪门骨肉傍身,梁洛诗分手后依旧潇洒。 带助三个仔去加拿大定居,生活过得滋滋润润。 情史还情史,亲人还亲人。 对于三个小朋友理想。 李泽凯戏曲帝凯爸爸,梁洛诗系曲帝凯妈妈。 虽然梁洛诗病毛踏入豪门。 但系三个小朋友依然系李嘉诚凯孙仔。 时不时媒体都会传出梁洛诗带小朋友翻屋起。 同李泽凯李嘉诚相据凯消息。 并且梁洛诗同李泽凯一直保持良好关系。 每逢节假日一家五口都会聚埋一起。 而梁洛诗史始终都系李嘉开作上贵宾。 无奖绯闻,情史,八卦新闻。 曲帝两个韩亮作,都系为作三个小朋友。 选择最好,最舒服开环境去相处。 曲帝三个小朋友开生活稳定之后。 梁洛诗一督重新开始自己开事业。 2013年,梁洛诗就顾顾李泽凯开祖兰。 付出出席张爱加芯片念念凯发布会。 而李格斗系梁洛诗无缘豪门之后卡首个工作。 但系过后,再次系新闻见到梁洛诗时就系关于曲凯新感情。 同李泽凯分手之后,香港媒体一直都有关注梁洛诗凯思生活。 就比如旧年,就爆出梁洛诗同一个40岁凯富商交往。 两个人示范大赛恩爱,不断亲吻。 11岁辍学,16岁出道。 22岁为香港富豪李嘉诚之子。 李泽凯诗凯诗,23岁分手,罗道数亿分手费同豪宅。 如今29岁高调富出。 出道被称为小张百芝开渠。 今后凯生活要为自己而过。 短短12年,就经历做电影班凯人生。 除做好运之外,梁洛诗中有一颗女强人开心。 相信富豪凯梁洛诗好会有影视作品。 小编我都十分期待梁洛诗凯付出之作。